大家好 我是小琪 最近有话有说 我种的草莓接的果子都是畸形的 应该保留着还是直接剪掉的 今天小琪给大家说一下 草莓如果接出畸形的果子来 它长大了以后 虽然能够成熟 但是消耗的养分非常的多 但是它接果子成熟了以后 中间也是非常硬的 或者是有空心 所以说我们这种畸形的果子 千万不要给它保留着 直接给它摘掉就行了 只保留饱满的正常的果子 这样它的果子成熟的快 长实好消耗的养分也不是那么多 到最后接出的果子才能够又大又甜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这些畸形的果子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室内 本身就不通风 不通风的前提下 它受粉不均匀 就会导致结出畸形的果子来 我们只需要找个毛刷 给它四周刷一下 保证它能够均匀的受粉 这样结出来的草莓才是正而八经 形状好的果子 而且甜度也会高 平常养护的时候肥料是必不可少的 养草莓我们只需要给它用有机的肥料 因为我们要自己吃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直接用有机的营养液 这种均衡的进口的 这种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想用的话 可以给它一个月用上两到三次 浓度一比一千的浓度 这样让它长叶的同时 能够开花结果不间断 养它呢 一定要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别去放到一个营养的环境中 到时候结果也结不出来 开花也开不出来 肥料跟上浇水的话 盆土土表干透 土表干透直接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能够养好它 很好养的 关键这几点 做好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